好 注意啊 把笔拿起来 看中间那几段 第一个 静置为名去哪一段 取大佛顶 就勾起来 取这三个字 佛 自讲的五种晶体 第一个 所以我们这部经典取的前面 大佛顶三个字 好 往左边看 记忆为名 记忆为名 没有取 救护亲因 度托阿难 及此会中 性比丘尼 得菩提心 入片之海 都没有取 第三 两个都取 性修为名 性就如来 秘因 画起来 就是取这四个字 修就修正了意 画起来 那么 前面就是 大佛顶 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取到这个 是第三个经题 第四个经题 妙要为名 也没有取 大方广 妙年花王 十方 佛母 陀佛母 陀罗尼咒 没有取 第五个 两个名字 因跟果的名都取 因 诸菩萨万恨 又取了 果 手嫩盐 也画起来 好了 从右边 画到左边 五本经典 五个经题之名 把它取一段 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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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起来 就是 这一部 手嫩盐 经的 精明 经体 大福顶 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诸菩萨万恨 手嫩盐 那么就是 取一 净之为名的 前面三个字 取第三 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八个字 又取第五 诸菩萨万恨 手嫩盐 好 那么就交代得 很清楚了 好 反而回来 第二页 要命一个经题 还很麻烦 这样就知道说 这个经题 还得来不易 还拼凑起来的 乃佛 致命五明周 结极者 简则重要 略取十九个字 合成一体 刚刚我们讲了 你看了就不陌生 前面三个字 就是大福顶 分取第一题 中间八个字 哪八个字呢 写一下 就是如来密音 修正了意 这八个字 全部取第三题 第三题 后八个字 就是诸菩萨万恨 手嫩盐 这八个字 诸菩萨万恨 手嫩盐 分取第五题 第五题 所以刚刚讲过了 就是一三五 都有取一段 一段 一段 取三个字 八个字 再取八个字 就是十九 明义诸菁 这手嫩盐经 不同于其他一切经典 故未知别题 只有这一部经 叫做别 别题 经之一字 凡是经账 诸布同名为经 就是归类的意思 只要是经账 出自经账 诸布同名为经 所以 有法法经 华言经 嫩言经 弥陀经 等等 这个都是经 元节经 金刚经 地藏经 药师经 这个都是经 故未知通题 通就是大家通用的 别题 就是只有 这一部叫做 嫩言经 嫩言经 所以叫做别题 那么经是通题 通题就是 其他部经典 也通称为经 不是只有 愿言经 不是只有愿言经 今先曰别题 以一谷判定 一谷判定 后和通别 足迹分事 现在就这个别题 以古人的判定 最后 来和这个通 通题跟别题 足迹分开来解释 一切 一切诸经 别名 无量 按古德所判 不出七种立体 也就是七种情形 以人 单人 做题目的 读 佛说 阿弥陀 佛是人 阿弥陀是人 所以 单人的意思 就是这个题目 人法义里面 只有单人 第二 单法 如 当年盘 单年盘 就是大拨年盘经 那只有法 没有人 也没有比喻 第三 叫做单欲 单欲 就是 梵网经 梵网经 就是大凡天之王 这个是比喻 第四 用人 跟法 来命这个经题的 如地藏 菩萨 本愿 地藏 菩萨 就是人 本愿 就是法 所以是人 法 来立 这个题目的 第一个 用人 跟比喻 来命 这个经题的 比如说 如来 狮子吼 如来 是人 狮子 当然是比喻 狮子吼 是比喻 所以 这个经题 如来 狮子吼 就是人 跟比喻 第六 法 跟欲 就是法 跟比喻 也就 比如说 妙法 莲花经 妙法 是法 莲花 是比喻 比喻 这个妙法 像莲花 像清净 出污泥 而不然 这莲花 是一种比喻 所以 妙法 莲花经 是法 跟欲的 和名 的经题 第七 叫做 具足一事 具足一种 叫做具足一事 事 就是方式的事 人 人法 具足一事 有人 有法 有比喻 比如说 大方 广 佛 华 言 经 大方 广 是法 佛 是人 华 言 用花 来装 眼 就是华 言 用花 来装 眼 这个当然就是比喻 双三 具足一 单字的 人 法 欲 有三种 叫做单三 单人 单法 单欲 只有人 只有法 或者只有欲 单三 双也三 比如说 人 法 人欲 法 欲 这个是双三 最后就是具足一事 就是人 法 欲 通通具足就是大方广佛 华言经 所以此经 以人 法 为题 为什么 如来 是果人 菩萨 是因人 秘因 是离法 了义 是教法 万恨 是刑法 都是法 守难言 是国法 所以 以人 根法 为题 亦可 列间 为御 以佛顶 两个字 不是具相似之物 笔类 发明 乃是具 直称 法体之佛顶 以表 圣庙 所以 也可以说 兼列 一种 比喻 重要的 是以人 跟法 来命 这个任言经 那么佛顶 也可以说 是一种比喻 表示 殊胜 圣庙 故也 列间 于 义 此一 故 判定 下 逐据 分事 此一 故 就是此一 古人 判定 下面 足迹 来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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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事 各位翻开 表节 第一页 表节的第一页 各位啊 看这底下 看这底下 此经以人法 建议为题 欲 如大佛顶 离法 如来密音 如来就是果然 教法 就修正了意 行法 诸菩萨万恨 菩萨 是因人 还在修行 还没达到究竟果 是因人 果法 所认言大定 欲 礼 教 行 果 礼教 行 共通是法 但是呢 里面要出现 这礼法里面要出现人 行法里面要出现人 一个是果人 一个是因人 所以 任言经是以人法 兼比义为题 人是果人跟因人 如来是果人 菩萨是因人 法 有礼法 教法 行法 果法 比义呢 就是佛顶 就是最殊胜 的一个比义 好 翻过来 讲义第三页 分几个段落 那边拿起来 第三页第一行 大幅顶 把它框起来 标号A 倒数第一行 如来密音这四个字 把它框起来 标号B 第二个段落 第二个段落 第六页 第六页第六页 修正了意 框起来 标号C 第三段 第八页 第一行 诸菩萨万恨 框起来 标号D ABCD的D 第九页 倒数第四行 手嫩眼 手嫩眼 这三个字 框起来 标号E 第五段 玩过来 第十一页 中间有一个 金字 一题是通题 一题是通题 金 标号F F 就是这个金 我们分A 一段 B C D E F 这样就很清楚 非常清楚 我们现在 讲A段 翻回来 第三页 我们念了那么长的经文 念了那么长的经题 大符顶是什么意思呢 大符顶三个字 唯能赞能表 是能赞叹 也能表法 下之四法 唯所赞所表 大则称赞之词 赞下四法 油言大一摘四经也 这一步是很了不起 伟大的经典 可不是一般的经典 则之 密音为大音 为什么加一个大 会成佛 欢教授 在座诸位 你们今天清冷言经 你们将来有这个 得了这个密音 就是一定会得成菩提果 所以知道密音为大音 得成菩提果 为成就无上的菩提 了意为大意 这个了 其实就是究竟 一点都没有善巧方便 指导黄龙 究竟菩提 毫不客气 不讲善巧方便 没有的 了意是究竟的大意的 就是一定 让你成佛的 叫做秤实理说故 秤实理 就是秤如实之理 如实之理 就是毕竟空 就是无声之理 就是秤实 秤实什么意思呢 何以 何以实相 无声之理 就是秤实 何以实相 就是秤实理说 万恨为大恨 如实修行 什么叫如实修行 以佛所讲的 不生命的因 你悟了这个 不生不灭的如来葬姓 做什么都行 做一切善 也不强功 也不利敌 是不是 见一切恶 也能宽恕众生 给他一个机会 为什么 心如如不动 善恶不动 是非不动 来气不动 真减不动 通通如如不动 所以这个万恨为大恨 是说 通达了 不生命的如来葬姓 而其一切的修行 统统叫做大恨 因为无所住 无所着 所以念念都通往 无量功德的清净自信 着相功德就小 无相功德就大 是不是 万恨为大恨 如是修行故 任言为大定 望三昧故 望 就是称王 称霸于一切三昧 望三昧故 望三昧故 都可以 所以望三昧故 加三个字 更清楚 叫做 亡于一切三昧故 那这个更清楚 亡于一切 也就是 一切三昧之王的意思 一切三昧之王 就是首任言 大定 就是佛的定 就是 本性的定 每一个人通通具足的 只是你不会用而已 具持诸大 是为大经 前面种种的大 是不是 大音 是大 大义 是大 大恨 是大 大定 还是大 具足的诸大 是为大经 手标大者 亦令受持四经者 当一大 教解大理 趁大理 起大行 满大行 正大国 故意赞之 所以赞叹之 佛顶 表显之意 佛顶 就是表示 来显示说 最尊贵的意思 佛顶 就是佛 肉计 这个念计 佛肉计 肉计什么意思呢 就是把这个法呀 就玩法 一个提手旁 再一个棉 就是玩 玩法 而竖在头顶上的结 叫做记 记佛肉计向上 无见顶向也 乃三十二项 之第一项 那么这个三十二项 在任言经表节 第二十一页 你们有空 慢慢自己看 佛有三十二项 八十种好 那么我们了解一下 在这里 我们就不讲三十二项 三十二项 之第一项 就是无见顶向 肉计在清罗 这个念 干法 干木 成青 四大海 那么 清罗 干法 什么叫干呢 就是 深青中 含有红的颜色 又叫做天青 天 天上的天 青 青黄的青 青色的青 深青中 含有红的颜色 也就是青含有红 色子非常的美 肉计在清罗 干法 正中 周围是红色 壮如春山土日 就像春天的山 冒起来的太阳 叫做春山土日 佛出生的时候 南比尼 南比尼位于今日的尼泊尔境内 靠近印度边境 叫做南比尼 以前 就是佛出生的地方 现在化归为尼泊尔的国度 南比尼 临神 为佛如母 彭此地观 把佛抱起来 不见其顶 看不到佛的顶 又佛成道后 犹化波罗那国 东方应持菩萨 欲穷佛顶 想要看佛的顶 到底是什么 上利恒沙佛度 终不能见 还是看不到佛的顶 意思是表佛的境界 不是你诸大菩萨 看得到的 那何况凡夫呢 是表境界之高 为什么这么困难 此不属于有 而能放光化佛 又不属于无 双里有无 是之未妙 此不属于有 这个无间顶向 你讲有 不对 它是无形象的 但是无形象 却能放光 画种种的画佛出来 又不属于无 也不能讲它无 所以啊 有也要离 无也是要离 叫做双里有 离有跟离无 通通要离 是之未妙 表下面是法 有言妙已哉 是叫也 妙已哉 这个叫是不可思议的 把笔拿起来 则之未因为妙因 这个编号 一 往中间看 画一线了 之未因为妙因 画一线 标号是一 第一段 中间 了意为妙意 编号二 因为有试法嘛 看左边这一行 往左边看 万恨为妙恨 标号三 这一行的中间 嫩言为妙定 编号四 你看一二三四 密音 唯妙音 辽意 唯妙意 万恨 唯妙恨 嫩言为妙定 都是妙 是不是啊 金 金 等一 金二妙 就是很好 人家说 大事不妙了 就是很清楚 事情不妙了 就是很惨的意思 所以我们要提问 所以我们要提问那个妙 要那个妙字 那试法呢 好 看一 只命运为妙音 因心果节 而不别故 什么叫做因心果节的意思呢 因心果节就是因地心 叫一个通 通果地节 因为因地心 是不生不灭 果地节 还是不生不灭 如果不悟了 不生不灭 做因地心 你永远不能成佛 你永远不能成佛 意思就是 你用意识心修行 百千万节 都得不到菩提果 如果明心见性 明本心 见不生不灭的清净之心 一刹那之间 就成佛 理上佛了 原来每一个都记住 不生不灭的清净心 所以因心果节的意思是说 因地心通果地节 恶不别故 意思就是 因就是果 果就是因 所以华人讲的 因该果海 果侧因缘 就是这个意思 恶不别 佛教讲的叫做不恶 叫做因果不恶 然后第二段 了意为妙意 也就是一门深入 六根清净 一门深入 所以我们 现在 这个时期 大家都念佛 我们讲堂也都是坚持 净土法门 一门深入 哪一门 净土法门 但是这个净土法门 要怎么念呢 要六根清净的念佛 如何能够六根清净的念佛 要开大波的智慧 否则时时刻刻 妄想一堆 所以念佛要念得很好 也不是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所以为什么不听经 不问法不行 因为没开大波的智慧 你怎么定呢 怎么念呢 怎么熬呢 因为你在念佛的过程当中 会生病啊 会感冒啊 会碰到逆境啊 会破产啊 夫妻有时候会离婚啊 你在念佛过程当中 会碰到很多的挫折 很多的逆境啊 家属反对 太太反对 或者是先生反对 一下子盲肠炎 一下子子宫肌瘤 一下子儿子不孝 这个没有用剥热智慧啊 你那个佛定得下来啊 骗人的 所以师父昨天就讲了 念佛不懂教义教理 就硬干 你死定了 到最后你就会发疯 念佛不感应 很认真的念佛 也没有智慧 就是不受益 也不感应 是不是 有一个人 一个小姐 信佛很虔诚 有病 不去给医生看 体质虚弱 来到讲堂 我就跟她讲 刚好 楼下碰到师父 我就跟她讲 她就问啊 说师父 我念佛念这么久 都没有感应啊 我说 你哪里没感应呢 她说 我的身体一向是很坏啊 念佛 都不感应啊 我过午不时啊 我说 居士居士 你这个已经 学佛变成外道了呢 把物质世界 跟清静的心灵 混在一起讲啊 世大是属于物质世界 物质世界 你要补充这个能量啊 对不对 你又过午不时 又吃素 又不顾营养 你这样念佛 哪里会身体会健康 你没有健康的因 哪里也怎么会健康呢 是不是 我这样跟她劝告以后 回去经过了三个月 又来 哇 脸色更糟糕 我说 你为什么呢 她说 我就是不习惯晚上吃的 我认为 我这样叫做慈戒 这样叫做清静 晚上吃 她已经受菩萨戒 我认为晚上吃 有罪啊 不符合佛的戒力 你看 她就卡在一个慈戒 慈戒 慈戒 慈这个色神仪不顾 我说 那你这样念到死观世音菩萨 也帮不上忙 帮不上忙 你知道吗 我有个徒弟 在骑山 做护士 这是二十年前的事情 他说 师父你知道吗 什么事情 尽量不要打点滴 叫做掉瓶 我说为什么 尽量要用吃的 我说是为什么 他说经过了这些医生 来 来把他分析 吃 你吃这个稀饭 半碗 抵得过一瓶的点滴 说点滴在国外 打点滴在国外 是病到 爬不起来的人在打的 不是像台湾 这样子的 来 手一伸就掉瓶 手一伸就打点滴 他说国外 还没有这样子的 而且你这个打点滴的效果 也不是很佳 效果不佳 所以为什么 他说 一碗 稀饭 抵得过两瓶 两瓶点滴的营养 所以无论如何 你就是要吃 这个就是 区医师讲的 我有时候 跟区医师讲说 哎呀 我今天的胃不舒服 呕吐 不想吃 区医师就说 不行 你宁可吃 让他吐 你吃十分 让他吐三分 还有七分 你就是一定要吃 后来我开始懂得 这个健康的观念了 就是要吃 没事不要打针 不要掉瓶 现在经过了这样子的理解以后 原来那一瓶点滴的营养 才抵不过半碗西饭 所以你就是要吃 这个小姐 我这样子欠他 三个月以后来 气色就更糟糕 我说你这样没有办法 所以因为他那个脑筋里面 都是用自己的意识形态 来衡量佛 也不懂得佛理是什么 这个叫做硬干 到最后体力就撑不住了 到最后体力就撑不住了 然后念佛就说 佛不敢硬 佛菩萨不敢硬 所以这个色身 是必须事大 内事大 一定要靠外事大的能量 来平衡内外 不吃饭没有能量 念佛有用吗 释迦摩尼佛 有没有制定叫你不吃饭呢 是不是 佛陀当时几千个 比丘大阿罗汉 通通通通通要走出去脱波 就是要吃啊 要照顾这个色身 没有照顾这个色身 怎么修行呢 因此 学佛有一种人 叫做观念错误 错解佛意 错解佛意 把自己搞得一个不像人 不像人 是不是啊 所以呢 我们当家师呢 要看看 法师的身团里面 哪一个人的气色比较不好 把他抓起来用惯的 要吃 师父讲的 要吃 不要一个气色 那么不好 我们应该理解 佛的用意 佛教的教义 教理 不能迷信 什么都念佛 什么都念做 就以为就可以解决 全天下所发生的事 这个叫做 It is impossible 这个叫做 根本不可能 要用智慧 才能解决 世间所发生的 一切问题 不是念佛 就可以解决 生命的一切问题 不吃饭 就是恶 没地恶化 不说你就是要恶 知道吗 要有佛的智慧 要懂佛理 在讲什么 不能偏激 行径 不能怪异 你是圣人 没有话讲 你是凡夫 就按照凡夫的方式修行 好好的吃 好好的睡 照顾健康 佛法第一 健康第一 这才是符合佛的 教化吧 哪里不吃不吃 不喝不睡 这样叫做修行 你又不是圣人 又没有 所能言三昧的大定 也是要教博来 按部就班来 底下 万恨为妙恨 趁真如礼 中中流入 说不落海 万恨为妙恨 趁真如礼 真如就是无生 真如是什么意思 无法不真 无法不如 无一法不是真 无一法不是如 中中流入 说不落海 中中 就是 中道 每一念 都进入佛的灵意 中中就是每一念 每一念 就是不着空 不着有 论言为妙定 自信本具 不假 修成故 因为修成机坏 有修就是坏 清净自信 本来具足 清净自信 不是像墙壁 墙壁坏了 补一个洞 清净自信 没有办法补的 所以修行很困难 就是不悟 它就很困难 说不出 虽然 说也不对 是不是 因为它 没有任何的形象 你怎么说 也可以方便说 但是方便说 它的体会 会跟 真如 的理体 不相应 因为 我用的是 清净自信 不生不灭的 那么 在说法 你用的是 意识心在听法 所以你用 意识心 用猜的 那个到底是什么 就错 这个不能用猜的 不能用采摩 不能用思维的 不能用 模仿的 也不能用笔类的 为正相应故 除了自己内正 没办法讲 所以自信本具 不假修成故 具此诸庙 是为庙法 表以佛顶者 亦令 受持世经者 亦令 受持世经者 当依发 庙耳门 之庙教 庙耳门 就是用耳根 如来藏性之庙里 从庙里起庙行 满庙行 正庙果 也就是妙结极果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故意表之 这几个小字 就是修行的 重点 妙结极果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记得 无所得 就是三藏十二部经典 一句 就穿透 一切的烦恼 你今天 活着会很痛苦 就认为那个是有 不知道 缘起就是空的道理 所以大悟悟什么 就悟 万法 不可得 不可得就是无所得 那么 无所得 那就无所住 无所住就是放下 你 没有办法带走任何东西 你永远的 就是这个臭皮 最后活化 就是剩下一堆骨灰 故意表之 结极者 七十三智 冠以荆蹄之手 起这个大悟悟